每天都很棒 自己的時間都很棒 自己的時間都充滿了 工作也能夠打碎 所以我應該是很好的 在被問到上班 如果可以週休三日 受訪的日本民眾幾乎都舉雙手贊成 今年四月開始排除消防 以及公託中心等單位 被海盜蒲和艇公所職員 在不影響業務運作的前提之下 能夠自由調整每天工時 展開週休三日的上班模式 這不僅是道內守見 而且是經過地方議會同意 正式實施的新制度 公所人員不但支持 也認為這是相當人性化又貼心的做法 而新制實施的最大目的 其實是希望有年輕心血加入 以揚馬文明的蒲和艇 在地人口曾經超過兩萬 如今居民人數不到一萬二 高齡化相當嚴重 為了留住人才職場福利 成為關鍵誘因 第一招就是祭出週休三日 在此之前公所上班時間 是週一到週五每天7小時45分鐘 週公時合計38小時45分鐘 目前的彈性心智 只要每週基本時數上好上班 大家就能適當地調整 平日上班時間長短 然後週休三日 但其實早在蒲和艇工作之前 北海道就有民營公司 實施週休三日 成立三年 札幌一間 書運公司旗下的計程車隊 爭裁時 喊出週休三日的福利 成功吸引不少社會新鮮人加入 這家計程車行 包含應屆畢業生在內 近期到職27名新京員工 平均年紀為32歲 而北海道計程車司機的整體 平均年齡是62.8歲 落差相當明顯 例如有孩子 或者家族的介護問題 正面的社員 在職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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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自己的時間 也很常聽到 包含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員工之勤工時是12個小時 每週工作4天 到14個月24歲的年輕司機表示 對這樣的頒表很滿意 日勤一級、日勤二級 二級、二級のシフトで やらせて頂いております 完全休休三日制 って聞いて こんな会社あるなと思って 勤務時間は長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リフレッシュできてると思います 而勞動改革 除了休假 另外就是工作模式的改變 越來越多的企業 不再是要求員工 一定要在辦公室上班 日報を書かないとか あるいは取引先さえの注文書を 急いでその日のうちに作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か それのために 会社に戻ってたっていうことが どうして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 出先でちょっとした書類が作れたり そういったことはできるので そういったものの変化というのは あ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歴經這幾年的疫情 不少迷因公司提任到 及時完成任務 追求效率 遠比要求員工打卡上班更重要 為了提振 在地新創還有中小企業的競爭力 扎晃市達出最高90万日元的補助方案 只要企業提出具體的規劃 就能得到必要的設備器材提供補助 此外還有專家道福提供諮詢的服務 彈性工時隨地辦公 無疑是現階段勞動改革的最佳模式 而北海道從民間的官方 正逐漸改善這一塊 希望地方留住人才 集結成打拼經濟的最好的基礎動力 区別新聞 徐起方 綜合報導